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大家午安 今天我們大學之理念的課程要進入第六講 大學作為知識社群的第一部分 那麼在過去這幾個禮拜 我們基本上採取一個歷史眾生的視野 我們過去回顧過傳統的書院裡面的全人教育那種理念 然後接著再從一個歷史的視野來講 歐美以及台灣的大學的發展軌跡 他的方向和他的問題 那麼在過去五次講課的基礎上 我們今天要基本上要對大學這一個現象 進行一些橫切面的剖析 這一個禮拜和下一個禮拜 我們是要講的是大學作為一個知識社群 接著我們要從一個政治的觀點看大學的權力運作的問題 然後再下去我們要從經濟的觀點講大學作為一個經濟組織 然後再下去我們要講大學與政治的關係 大學與經濟的關係等等 大學是在人類的歷史上 大學一直是新的知識創造以及傳播的一個中心 它同時也知識分子聚集的場所 像台灣大學1928年以來一直呵護著這個土地和它的子民 所謂大學之道在米里明德 它培養了一代一代的各種專業的知識分子 甚至總統開始民選以後 歷任總統都是台灣大學畢業生 那麼大學它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聚集的場所 它和經濟領域又有密切的關係 你只要看到新竹的清華大學與交通大學 與新竹科學園區的密切關係 你只要看到史丹佛大學工學院以及電機學院 與加州細谷的IT產業的密切關係 你就可以知道大學作為知識分子聚集的場所 它與大學以外的世界是進行密切互動的 那我們今天這個講課主要是要帶領各位 扣緊兩個問題來思考 第一個問題就是大學我們剛才講它是創造新知識的動力 各形各色的知識 自然科學的知識 人文的知識 這個社會科學的知識 那麼自古以來大學它創造知識 常常源於不同的動力 比如說在古代的書院裡面 這個道德關懷成勝成賢 才是書院裡面的師生所關懷的終極目標 他們一切的討論 對 固然他們是通過對於古代典籍的研讀討論 但是它是要達到道德的幸福感與生命的意義感 那麼現代型的大學 知識的研發 它是建立在限職主義 功利主義之上的 尤其是這個亞非拉各國在最近150年來 飽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殖民 他們興辦大學是為了要復國強兵 為了脫離被殖民 被奴役的歷史的宿命 例如中國 我們過去看 整個近代中國興辦西式的大學 莫不是為了這一個復國強兵的目標 我們過去以北洋大學堂為例 北洋大學堂就是今天的天津大學與南開大學 兩校只有一牆之隔 類似台灣的青椒兩校 但是這個要合併 一直併不起來 那麼這個 比如說北洋大學堂 它就是在甲午戰後 中國有感於國運不絕如旅 要新辦新式大學來復國強兵 一個最典型的一個個案 它是為了功利主義的 現實主義的 可是大學知識的創造還有另外一種類型 這種類型是知識 純粹為了知識的好奇與愉悅 在研究中要得到一種知識的愉悅感 這種所謂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 其實才是最重要的創造知識的動力 那這個我先把我們的第一個問題 等一下會講到的 先給各位做一個說明 今天我們接著第二個問題 是大學的知識社群的特性如何 講到大學 那麼各位 耳熟人詳聽到過所謂學術獨立 所謂學術自由 那麼所謂學術獨立 學術自由 在一個比較嚴格的學術的意義之下 它是什麼意思 它不是泛泛的講的這個意思 那麼為什麼 我們甚至還要更進一步分析 為什麼學術必須獨立 那個國立大學 如果從私人企業的觀點來講 效率欠佳 那大學為什麼學術必須要獨立 難道像公立的大學有財政危機 不能包給比如說台灣首富嗎 由他來讓 那麼一棟大樓不需要折騰五年多 可能這個半年那個大樓就蓋起來了 那學術為什麼必須獨立 這什麼意義下 在什麼程度之內 我們說學術應該獨立 好 那就是這兩個問題 這是我們今天上課要帶領各位 來深度思考的問題 我們先從第一個問題開始 第一個問題那就是 我們要來考慮一下 大學創造及傳播知識的動力 它有一些類型 這些類型的後面有一些本質 值得我們思考 好 再下去 我說古代的大學 從這個古代的太學 那太學基本上是官學 官學基本上是配合帝國的政治 統治上的需要培養未來的官僚人才的 那麼可是講到古代的大學教育 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就是書院講學的傳統 那書院講學的傳統裡面的那種大學教育 它是以道德關懷作為知識建構的基礎 在公元1175年 這個朱熙和陸向山有所謂俄福之會 這個各位都聽過 那麼所謂俄福之會 就是這個朱熙和陸九淵 經過他們共同的朋友 叫做呂祖謙的居間安排 然後率領他們的學生 進行了一個長達很多天的一個學術的辯論 那麼這個不歡而散 陸九淵就是陸向山 所走的是新學的道路 那麼陸九淵在俄福之會以後 這個寫的詩送給朱熙說 一簡功夫終九大 資離事業淨浮沉 這個一簡是形容他自己的學問 是新學 就是回歸到新的覺醒 那麼他說朱熙的學問 是資離事業淨浮沉 因為朱熙是走的格物的路線 格物就是今天了解一件事情 明天了解一件事情 然後這個金字格一物 名字格一物 一旦豁然貫通煙 則眾物之錶裡經出無不道 無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 固然諸陸有所謂這個理學與心學的差別 但是他們都是以如何成聖成賢為他的目的 因此我們可以說道德關懷 是古代書院的這種類型的大學教育 建國知識的基礎 我們用大概一分鐘看一下 朱入鵝湖智慧給各位一個更深刻的印象 鵝湖智慧有方法論的以及知識論的 整體論與個體論的差別 個體論傾向比較強烈的 我們可以說是朱熹 他認為對一個現象 對一個真理的掌握最有效的辦法 是從具體而特殊的部分來切入 就好像說要怎麼樣了解台灣大學 這一個現象最好的辦法 是從三萬三千個具體的活生生的學生 從兩千個具體而活生生的專任教師 從將近一百個戲手來切入 這種觀點基本上是一個方法論的個體論者 他們認為所謂作為整體的台灣大學 它只是一個共鳴 一個公共的名字 它是無法被觸摸的 也因此無法被掌握的 最有效的掌握的辦法是從具體的 而特殊的部分入手 朱子就是接近這種立場 而陸向桑不是這樣 陸向桑的立場是接近於所謂整體論的立場 認為我們在與台灣大學為例 像台灣大學這樣一個現象 我們要從整體來掌握 而不是具體的將近三萬四千個學生 這樣的話沒完沒了 他們這種立場的人會認為 三萬四千個學生來自三萬四千個不同的家庭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可是一旦進入台灣大學這個整體以後 他就受到台灣大學這個精神 這個氛圍的熏染轉化 而走出去走出四年以後走出校門 就走入有風 就會重複他們以前的校長 富十年的口號說 把大學貢獻給宇宙之精神 是的 這是一個整體論的立場 認為對一個現象的掌握 重要的是從整體切入 而不是從N個無法計算的部分來切入 那不然有這樣的差別 可是他們共同的都是以道德關懷 作為知識建構的基礎 比如說我們看到明朝的東陵書院 的那個對聯 這是在座各位 多耳熟能詳 朗朗上口 風聲與聲讀書聲 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是的 從這個東陵書院 以降 所有這個 所以說白鹿洞 南宋諸子的白鹿洞書院 以降一直到明末的東陵書院 都是以道德關懷 作為知識的建構的基礎 可是古代的高等教育 的創造知識還有另外一種類型 就是知識的傳播 是為了政權的維持 比如說明太祖即位以後 就頒布大告他自己的口律 作為法律來要求明朝的太學的學生 作為他們必讀的這個教材 這是古代的第二種類型 那麼現代呢 正如我剛才所講 現在的這個民族國家 興辦大學是有一種功利主義的這個動力 那是為了復國強兵 我們看到這個十九世紀末 從台灣巡撫台灣建神以後 劉明傳在台灣設立了 設立的今天意義下的大學教育 全部都是季職教育 電報學堂 西學堂 番學堂等等 這是一種復國強兵的這個教育 其實我們本課程第二講 還有這個第四講 講到台大的發展史 你也可以看出來 這個可以說最近一百年來 海峽兩岸興辦現代大學 後面最重要的動力就是功利主義 好 再下去 那麼 可是現代的大學裡面 真正知識創造的根本的動力 應該是在於知識的好奇 所謂 是為了探知未知的世界 例如考古學 這一種學問的一個基本的動力 是為了探索古文明的奧秘 它基本上不涉及短暫而現實的 復國強兵經濟發展 那一種時的關懷關係很遠 那麼當代最特別 最令人驚奇 以至於讚嘆 特別值得做一個例子 來和各位分享的 那就是當代下一個 猶太一的俄國數學家佩雷曼的故事 佩雷曼這一個人 可以說是當代奇人 這個人是什麼人呢 他破解了百年來 世界各地的數學家 這個無法解決的 所謂本嘎瑞猜想 因而獲得了數學界最高榮譽 叫做千年大獎 也得到了費爾茲獎 獎金是各一百萬美金 是最高的 等於是費爾茲獎 一般認為是等同諾貝爾獎 但是他都拒絕去領 他都拒絕去領 那麼1995年 他也拒絕了美國名校史丹佛大學 普林斯頓大學重金禮聘 我們知道 這個 這些世界級的名校 競爭人才 非常的激烈 那麼 這個 以一個 諾貝爾獎級的學者 像佩雷曼這樣的人 像Prinston 像Stanford 給他的這個年薪 是非常非常非常可觀的 但是他竟然不去 那生活窮得要命 住在哪裡呢 住在莫斯科一個老舊公寓 和他年老的媽媽兩個人相依為命 佩雷曼的故事非常的特別 但是他這個可以說破解了數學史上最困難的謎題 在數學界這應該算是最高成就 人類有歷史以來最高成就之一 但是他拒絕現實一切的榮耀 一切的金錢的暴散 你可以說是一個怪人 從這裡讓我們來想一個問題 像這樣的一個人拒絕大獎 拒絕名校重金禮聘 他的理由是什麼 他這樣有什麼意義 當我們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好像是在問 古代中國不是有一個伯夷俗企嗎 伯夷俗企是幹什麼的 有沒有印象 就是從周商朝到周朝 正港輪替之際 他拒絕作為新的政權的順民 對不對 兩個人跑到守陽山 去那裡這個沒得吃的 所以採圍而死 後來就餓死了 這有什麼意義 有沒有人願意回答 想一想看 好 我提供線索給各位來思考 有一個可能 就是像博弈書籍 古代這種人 像現代的數學大師 真正的大師 那這個佩雷曼這種人 他是以退出歷史的方式來批判歷史 從而主導歷史的方向 佩雷曼以退出學術界的方式來批判學術界 從而提醒世人 大學除了現在的人所追逐的 名啊 利啊 高薪水啊 你比如說我們台灣地區的 我國的大學教授薪水 在亞洲是非常低的 香港的教授薪水等於台灣教授的四倍 日本韓國的薪水是台灣教授的薪水的三倍 大陸有很多領域的教授的薪水 其實質收數是比我們台灣要高很多 那可一般在大學的社群裡面 一個學者的成就 是以他的薪水之高低而被衡量的 薪水高低被衡量的 但是佩雷曼恰恰相反 他整個倒過來 連續得到兩個各一百萬美金的大獎 但是他拒絕去接受 那麼美國東岸西岸兩大名叫敦勤 他也不去 他寧可過著這個三餐不濟的生活 我常常在想 可能他是要提醒世人知識的好奇 才是知識創造的動力 而不是那個interceptual curiosity以外的任何事情 那因為他實在是太特別太神秘了 而且他不接受電視採訪 這個比起有一些社會裡面 那個教授都身兼電視台的名嘴 實在是過程強烈的對比 是的 那也因此要了解佩雷曼的人 必須通過另外的管道 我們看看下面的影片 各位可能好奇 他不是出現了嗎 不是 因為他從來不接受任何電視採訪 這個是那個電視台請個演員化妝成跟他一模一樣的樣子 然後把所謂Pontarei猜想 用最簡單明白的語言 根據佩雷曼的這個解題把它講出來 是這樣 那讓世人了解 而且呢 因為他實在太厲害太神秘了太厲害了 所以還有動畫 來 可惜是講俄文我們聽不懂 他是這個畫 畫這個 因為他得那個獎奧巴馬打電話給他等等 這個 非常特別的一個人 這個全世界唯一的 活著的人 我們講到說聖賢啊 只有在古書上面看到嗎 活著的 多半不是聖賢嗎 但是佩雷曼是一個唯一的例外 非常的特別 剛才我們說 現代的知識社群 整個創造知識 都有各種不同的動力 有古代型的 有現代型的 那麼以上這種大概也都可以成立 但是也都有手不足 比如說古代型的 他成就這個道德知識 但是他卻忽略自然知識 所以中國文化理論科學不發達 在上個世紀從二十年代開始 就有許多的學者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中國沒有理論科學 中國只有應用科學 比如說這個道德經裡面 天地之間其有託月夫 損有餘補不足 這是古代 因為道德經時代比較晚 大約戰國中晚期以後 就是中國的野鐵工業已經出現了 所以有托月 托月就是古代的古風乳 天地之間其有托月夫 那麼中國有很多應用科技 雖然這個應用科技在十五十六世紀以後 就沒有在進展 但是中國很少有理論科學 沒有抽象的理論科學 所以上個世紀就有很多學者在問 Why China has no science 這一類的問題 剛才我們講到的大學的學術社群的第二個 說是以政權維持的這種動力 基本上所成就的是一種政治知識 很容易使大學為政治而服務 知識被政治所滲透 使知識社群政治化從而狹隘化 使他們的知識不能免於政治化約論的危機 所謂政治化約論就是political reductionism 就是把一切的知識的活動 乃至知識的本質都化約為為了政治而存在 為了以政治為基礎為了政治而存在 那麼那種第三種類型 那種功利主義的 它可以成就很實用的知識 那麼今天全球的各大學都是如此 我們看到哈佛大學也設立了工程學院 本來像美國東岸的這些長春藤盟校 他們基本上不是那麼看得起工程這種學問 但是人類的文明發展到這個地步 正如哈佛馬斯所講 科學與技術在二戰以後的關係日趨緊密 而且哈佛馬斯接著講 科技政策的成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新的政權和法化的重要方式 這種功利為目標的知識的創新 它成就實用的知識 可以創造短期的利益 但是未必符合長城的利益 那麼現代剛才我以佩雷曼為例來講的 這種為真理而真理 為知識而知識 這一種應該是比較根本 而且更具有基礎性 好 那以上剛才這樣的一個基礎 我們再進入大學作為知識社群的特性 大學作為知識的社群 我想指出兩個特性 第一個特性它具有自主性 我們知道等一下我會講到 以撒柏林二十世紀重要的自由主義的大師 以撒柏林 以撒柏林講 說是這個自由的前提是要先有自主 也沒有錯 是的 現代大學的第一個特性 是它具有autonomy 具有自主性 所謂具有自主性是什麼意思 我們可以說分成兩點來講 第一點是具有自我立法的功能 自我立法這一個名詞是康德所講 就是說一個主體可以具有自己內在的 這個立法功能 它不需要主體以外的一股力量 來指導它應如何做 這個叫自我立法的功能 那麼作為知識社群的大學是 具有自我立法功能 不帶於外力 也不假外求 要研究什麼 不是聽政府的指示 大學的各級領導負責人 比如說大學的校長的產生 是大學自己組成委員會自己產生 而不是大學以外的力量來指派 這樣的話你可以說 大學是具有自我立法的功能 不過這個是基本上是指大陸以外的大學 大陸的大學是由中央統一指派的 統一調配的 這個和外面的這個大學的校長的產生方式 不大一樣 這一點也應該要蓄勻 那麼大學所謂具有自主性的第二個意思 是他能夠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一種Isabelin所謂的self-mastery 那Isabelin等一下我會講到 我這裡只是先提到一下 所謂self-mastery就是具有製作主宰的意志和能力 這種能力和尼采 十九世紀的德國哲學家尼采 所講的奴隸的道德過程強烈的對比 所謂奴隸的道德就是一個人 他沒有自己的意志 他不能做自己的主人 他以主人的意志 這個奴隸以他的主人的意志為他的意志 這樣叫做奴隸的道德 我們知道亞里斯多德曾經為奴隸下一個定義 他說奴隸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有生命的工具 亞里斯多德說奴隸是有生命的工具 是的 因為這種作為一個工具 它是沒有意志的 而大學它是有意志的 是這個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的 這是第一點 大學知識社群的特性 第二個呢 大學知識社群第二個特性呢 是它有它的獨立性 這種獨特性呢 有它的獨特性 這種獨特性呢 是以追求真理做為它的目標 大學知識社群與追求真理做為目標 因此重要的是是否發現了真理 這一點 因此如果真理是被少數人所發現 那麼多數人要服從少數 這是大學知識社群最特別的一點 相對於政治社群來講 政治社群它是一個權力利益衝突 以及協調的場所 我們看到世界各國的國會 包括我國的立法院 那麼審預算的時候 都好像傳統市場在切豬肉 那最近美國這個白宮跟國會 因為預算要刪多少 僵持到最後一個小時 才驚險達到了這個共識 或者美國聯邦政府就要停擺了 幾百萬公務人員就要修無薪假 政治社群它是既然是利益的衝突協調的場域 因此政治社群是少數服從多數 凡是能夠拉票騙票得到最多的票的人 它就可以掌握最多的權力 它是以多數學為原則的 OK 那麼經濟社群呢 經濟社群比如說公司 它是以創造利潤分享股東為它的存在目的 那大學不是這樣 大學作為知識社群 它與政治社群與經濟社群都有一個本質的差異 這個本質的差異在於大學是以追求真理作為它的目標 好 那這個這樣各位可以理解 可是問題就在這裡 追求真理這四個字 非常的吃重 什麼叫做真理 誰的真理 或現代 你如果有一點或現代主義的一種 一種這個敏感度 你會問誰的真理 為什麼是由這些人 或者這一個人所決定的真理 這樣一問問題就很大了 不過我們先這個講到真理 我們先講 因為大學學術社群是以追求真理做它的目標 因此大學這個學術社群它要講究學術獨立與學術自由 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可是問題就在真理這裡 我們下去 這個真理它是需要不斷的被解釋的 真理並不是像素樸的實證主義 所相信的那樣 真理一旦被發現了 被掌握了 真理就永遠不再改變 真理是需要不斷的被解釋的 這正是這個2002年以102歲高齡過世 是20世紀偉大哲學家 這個Gadama在他的經典著作真理與方法這一本書裡面 所各種篇章不斷宣誓 啟示我們的重要的詮釋學原則 我們先接觸一下它的風範 因為可惜它是講德文 我們聽不懂 不過先這個看看它的風範 然後我們再來講 為什麼真理需要被解釋 這個人就是Gadama 這個102歲太厲害了 他這一本《真理與方法》 大概至少被翻譯成六七十種語言 是20世紀最重要的經典詛咒之一 在《真理與方法》第二版的序言裡面 Gadama這樣講 他說所有的再現 再一次的再表現的現 就是representation 就是說我們發現一個真理 然後我們經由我們加以表達出來 這個叫representation 所有的再現首先都是解釋 而且要做這樣的解釋 這個再現才是正確的 要做這樣的 要都是解釋 要經過解釋 那個representation才是正確的 只有在這個意義上 我們可以說再現就是理解 而所謂的理解根據Gadama 就是經由個人的自我理解 而完成的 而每一個人都是不同的時間與空間的存在 這以下不是Gadama 我是推演他的意思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不同的時間與空間的存在 我們不可能同時生在秦漢又生在水塘 我們都是特定的時間空間的產物 因此通過自我了解而完成的理解 或者對真理的解釋 他都是受時間空間所制約的 因此真理需要不斷地被探索 不斷地被解釋 這樣了解嗎 我剛才就是這個 因為講大學是以追求真理 追求真理作為他的職質 那麼必須強調真理需要不斷地被解釋 這一個命題 因為經由對這個命題的了解 我們才能夠進入不了解 為什麼大學的追求真理 這個工作它是一個無止境的 沒有停止的一個偉大的職業 正如1929年到1945年 擔任芝加哥大學校長 在他任內把芝加哥大學同一個區域性大學 變成一個世界級的大學 Robert Hutchinson 這個可以說是20世紀美國教育界的天才 你算一算看 他是生於1899年 他1929年出任芝加哥大學校長 所以說他做校長的時候只有30歲 30歲小孩子嘛 你看一週週到二戰結束1945年 太厲害了 好像沒有經過校務會議投票 是的 你知道美國的這個大學基本上 和我們亞洲各國不一樣 美國的大學基本上是獨裁領導的 不要說是校長 即使是副校長或者教務長 或者是院長系主任權力都很大 他都能夠決定該系的老師 今年要加薪還是減薪權力都很大 那他基本上是獨裁領導 和我們亞洲國家的這個大學的領導的狀況 是不大一樣 Robert Hutchinson在這個 The University of Utopia 這本1953年的書裡面 他說大學教育的目的 是在促進人的思想發展 因為只有不斷地促進人的思想發展 大學是作為一個探索真理的機構的 這一個特性才能被完成 好 以上講追求真理 關鍵就是在真理需要不斷被解釋這一點 因為你一旦了解真理需要不斷被解釋 你就能夠免於傲慢的危機 有沒有人能夠解釋一下 為什麼你一旦了解真理需要不斷被解釋 你就不會陷入傲慢的危機 王陽明在這個傳奇錄裡面講 說精之學者是指他那個時代的學者 十五十六世紀的學者 說這個稍有所得 稍微有一點點發現一個什麼 稍有所得即傲然居之而不已 尤其是現代學術分工 非常的細密 對不對 你不可能說我是研究化學的全部 我是研究生命科學的全部 我研究化學裡面很小很小的一個部分 叫做原子分子研究手 我研究這個很小的一個部分 比如說你不可能說我是研究精死子疾 全部也許可以 一般人你不可能說你如果說是去搞博士班 那麼你通過筆試以後你進入面試 那面試的老師問你你研究什麼 那我研究精死子疾 那你一定掛掉 因為你應該要講我是研究南宋 我基本上不管北宋 而且我研究南宋裡面的一個很小很小的東西 其餘的我不管 現代學術都是這樣 自然科學更是如此 人文社會科學也是一樣 也因此現代的學者一旦掌握了他自己的那個小的分科 小的領域裡面的打扣服所謂真理以後 終究不能夠免於這個傲慢的危機 就在這裡 所以我剛才講的這一 我是用Gadamma來講 真理是不斷的需要被解釋這一點 對於大學定性為追求真理的機構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接著再來講 學術獨立大學特性的第二點 所謂學術獨立也要更清楚的來講 是指學術活動的領域裡面 那麼各種活動不受非學術領域的不當干擾或者支配 它有它的scope 它的範圍 那就是與知識創造和傳播有關的各種活動 比如說研究課題的選擇 比如說研究方法的決定 研究資料的獲得 成果要開什麼課的傳播等等 這種範圍它是獨立的 我們還需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在什麼程度之內 我們說學術獨立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說所謂的獨立 所謂學術獨立 大學知識社學裡面所謂學術的獨立 它其實是在一個相對的意義上來講 因為廣義來講世間任何事情 事物人沒有一個人是真正獨立的 對不對 除非你是魯賓孫漂流記裡面的魯賓孫 和他的那一個被命名為星期五的 那是一條蛤嗎 還是一隻猴子 黑人 黑人 還有一個黑人 對啦 這個世間沒有任何一個事情 是絕對意義的獨立 舉個例子來講 台灣大學學生這個身分 如果沒有這三萬四千個學生 這個身分 如果沒有兩千個老師作為一個對照系 那麼學生的身分就無法被認知 反之亦然 黃崇熙明朝末年 明以待訪錄裡面曾經講 所以一旦我們講父親講父這個字 我們就講 我們就是講和人之父 我們不可能 不可能講一個普遍的 可以適應每一個小孩子的父 黃崇熙在明以待訪錄這一點 也部分的這個 啟示我們這個獨立 是在相對的意義上來講 確實現代的大學 正如Abraham Flaxner 這個二十世紀上半月 北美醫學教育改革之父 Flaxner所講大學不是孤立的事物 它不會將各種新事物排除於門外 它是時代的表現 是對現在和未來都會產生影響的一種力量 是的 所謂現代大學的學術獨立 是在相對意義上來講的 曾經擔任哈佛大學校長的Derek Volk 在他那一本書1982的書 叫做象牙塔之外 近代大學的社會責任 這一本書裡面也陳述類似的意思 但是所謂學術獨立的方法 應該怎麼來講究呢 剛才我們講學術獨立 各位同學都能夠理解 它基本上是相對意義下的這個獨立 那麼可是要怎麼樣來維護學術獨立 有沒有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如果我們把它放在歷史的脈絡裡面 就會涉及一些複雜的問題 不過我們先講這個方法 其本身是這樣來講 就是說維護學術獨立的方法 是一切回歸學術本位來考量 講到這裡我們不禁想起一本書 這本書我把它打在PowerPoint上面 叫做Viron Marshall的一本書 叫做《學術自由於日本的帝國大學》 1868年到1939年 是加州大學出版社1992的書 這本書我覺得寫得非常地好 我們知道近代民族國家興起以後 根據我們過去幾個禮拜講 近代所謂National State 民族國家 那民族國家就是在近代歐洲的歷史 就是英法德嘛 那麼從拉丁文分化出來的 近代德文英文法文這樣 那麼近代民族國家興起以後 這個現代式的大學才獲得了突飛猛進 因為近代民族國家需要大學這個 這一個如上一章 上一章PowerPoint 這個 時代的表現現代國家需要大學這種組織 對現在以及未來都產生影響 需要這種力量 它和所謂國家競爭力是絕對密切關係的 好 下一章 那麼所以我們看到日本 這個德川幕府在1868年結束 進入民族維新 民族政府起來了以後 這個所採取的幾個重要的動作 就是1877年創辦東京大學 東京大學後來很快就有了新的名字 叫做東京帝國大學 大約是在19世紀末 20世紀初年 那麼到了1945年日本五條電投降 帝國兩個字取掉又回到東京大學 那麼我們以東京大學的歷史為例 東京大學創辦1877年 而當時是全日本唯一的大學 吸納絕大部分的資源 而且當時東京大學創辦的時候 是日本民族政府一種很強烈的這種 托亞入歐的時代氛圍 托亞入歐的時代氛圍之下 東京大學你到一開始的時候 宣稱所有的課程都用英語教學 結果搞了一下就後來搞不下去 又恢復日語教學 那麼但是大量的引用 這個來自歐陸的這個學者 來東京大學任教 所以你要講所謂global化 所謂全球化 所謂国際化 國際化 這個日本人是走得最早的 日本人是走得最早的 東京大學就是一個例子 不過東京大學創辦以後 日本有事之事感覺到 一個國家只有一個頂尖大學 這可能不行 很容易腐敗 於是二十年以後 在1897年另外在關西另創京都大學 京都大學所走的道路和東京大學 非常不一樣 東京大學是托亞入歐全部 這個全盤西化的嘛 這個基本上西化 那麼京都大學是不一樣的 那整個學風整個味道是非常傳統的 就好像京都這一個城市一樣 已故儒學大師徐富官先生這樣講 說京都是日本文化的正魂祭 是日本這個國家的正魂祭 你到了東京 感覺到每一個人都並不要給我忙得要命 但是你要忙什麼呢 坐下來一想不知道在忙什麼 但是因為大家都很忙 所以不忙的人也要裝得很忙的樣子 他想這個東京生活的有一種現代的荒謬感與虛無感 京都不是這樣的 京都非常的 calm 這個有外國的人取笑 京都是這樣的有禮貌 以至於老太婆跟人家吵架都用最近語吵架 京都大學整個氛圍非常的不一樣 是的 可是我們以東京大學為例 東京大學創辦以後不久發生了日俄戰爭 在1904到1905 這裡我的助理打錯字 應該是04到05才對打錯字 日俄戰爭東京大學有大量的教授 起來反對日本介入 以中國為戰場 以中國東三省為戰場打日俄戰爭 那麼這一個時候東京大學堅持學術獨立 整個大學全體來反政府 但是奇妙的是到了1930年代 我們知道1920年代就是大政時代 台修這個明治大政昭和 昭和是出自日本歷代的這個年號 都是出自我們中國的經典 比如說昭和是出自上書 昭民百姓協和萬邦 取第一個字叫做昭和 可是昭和時代的日本帝國侵略中國 打到馬來西亞 那麼其結果無條件投降 百姓既不著迷 萬邦亦頗不協和 與昭和二字剛好相反 他的這個清華戰爭開展了以後 這個東京大學也有大量的教授 起來反對日本的侵略 可是呢 全部都被fire 都被kick out 而且更令人驚奇的是大學當局 跟政府配合 把這些自由派的教授全部幹掉 為什麼這樣子 根據馬歇爾教授的研究 他認為是這樣 他說東京大學早期草創時期 然後後來經過四十餘年的發展 他已經取得了學術的自主性 而這種學術的自主性的獲得 是以犧牲學術自由來取得的 以犧牲學術自由來取得的 學術的獨立性 他這個論點我覺得 我們分析大學這個現象的時候 值得我們思考 那就是 學術獨立與學術自由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以東京大學的歷史作為一個例子 讓我們深思 有時候學術自由 有時候學術獨立這個特性的取得 正是掐實學術自由最重要的力量 好 那麼可以討論一下 思考一下 現在剛好四點 已經超過了 很抱歉 因為我們要把這些複雜的觀念 解釋得比較清楚 現在我們下課休息十分鐘 那麼大家等一下 現在四點三十五分 請再四點四十五分回來 謝謝大家 我們再進入 因為我是希望大學自己念這一門課程 不是一個大學博覽會 不是一個世界民教介紹 他希望能夠經由大學對我們對大學這個現象的分析 而碰觸到很多近代當代重要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 那麼因此我們今天講大學的特性是在於學術自由 我們就必須要從二十世紀這個偉大的思想史家 以撒柏林來講起 以撒柏林來講起 以撒柏林他原來是出生於俄國 那麼猶太背景 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跟他的家庭移民到英國 據說他剛剛到英國的時候 七八歲 他的英文是根本是non-existent 英文幾乎是不存在 但是因為他天分實在是太高了 他一下這個很短的時間之內 英文就學得非常的好 那麼進入牛津大學學習古典 他在大學的時代就得到John Locke Prize 那麼這個他在大學時代的成績 比這個同一年的這個同學J.Iyer J.Iyer是非常有名的這個二十世紀哲學家 那麼是同時候的 那麼他在大學時代跟J.Iyer 奧士丁語言哲學的大師建立很好的友誼關係 從三零年代開始 這個共同建立所謂牛津哲學 那麼因為他的這個成就 他在1974年到1978年出任 British Academy的這個院長 大英學術院院長 在他這個過世的時候 New York Times 頭版 這個好大的版面 這個推崇他稱讚他 認為他的著作的中心主題 是在二十世紀殘發了自由的概念 捍衛了人性的尊嚴 Isabelin這一個這個二十世紀 這個偉大的思想人物文 最重要的是兩篇很長的論文 第一篇是1954年的 叫做《歷史的不可避免性》 第二篇是1958年 牛津大學講奏教授就職演說詞的 叫做《自由的兩個概念》 那麼我們今天講大學的特性 是要講求學術自由 那就必須要循著 Isabelin的思路來解破什麼叫做 這個《學術自由》 《學術自由》那個《自由二字》是什麼意思 Isabelin在《Two Concepts of Liberty》 這一篇重要的經典著作 一直到今天還在發揮它的影響力 一般認為是當代自由主義最重要的文獻 我們知道古典自由主義 作為一套政治哲學 它是與民族國家的壯大 而同時發展的 那麼它在啟蒙時代 就是18世紀 我們講是歐美的大學的發展的時候 我們有講到Enlightenment 啟蒙時代 康德講什麼叫做啟蒙 就是人從人加諸於他自己的 不成熟狀態裡面解放出來 叫做啟蒙 這是18世紀 那就是盧梭 洛克 康德這一種人的這個時代 那自由主義基本上是在啟蒙時代成型的 那麼經歐洛克 盧梭 康德 那麼對這個 都算是自由主義這一條路線上的重要的思想家 那麼這個自由主義的一個核心概念是什麼呢 就是認為政府必須向人民證明 它能夠保障人民的自由 政府才有資格擁有強制性的權利 這種權威 當代自由主義者基本上認為 政府在有關人生的價值這種問題上面 應該保持中立 伊斯拉布林他是 我剛才講他是在俄國出生 他的時代是人類20世紀的黑暗時代 我們看到了史達林 在1930年代的史達林莫索里尼 我們看到希特勒 伊斯拉布林在他的自由主義論 就是Full Assets on Liberty 那麼自立於殘法自由這個概念 他和他同時代的人 很多大思想家對於這種現代專制的思想基礎 抨擊不宜余力 現代這種專制國家的思想基礎 在他看來 包括伊斯拉布林在內看來的人 在很多思想的自由主義者看來 就是相信有一套很大的 這個規劃好的一套project 而這一套project是不可遏止的 是不可遏止的 是一定會這樣發展的 不是個人的力量能夠抵抗的 那麼所謂歷史的不可避免性的這一堂演講 Isabeline就是抨擊從黑格爾以後的 這一種大的規劃的作為專制思想的根源 Isabeline 下一章 在自由的兩個概念這一個演講裡面 他說人的政治生活的核心問題就是我為什麼要服從別人 我為什麼不能按照我的生活方式去生活 我必須服從嗎 如果我不服從我會不會受到強制 是誰來強制 強制到什麼程度 用什麼名義來強制 為什麼 他說政治生活的核心問題基本上是環照在這一類的問題而展開 然後他接著就以非常有力的方式 下一章 來告訴我們所謂的自由必須進一步釐清 自由 自由 多少罪惡假辱之民以行之 是的 羅蘭夫人的名言 自由 自由 多少罪惡假辱之民以行之 是 羅蘭夫人說自由有兩種 一種是積極的自由 一種是消極的自由 所謂積極的自由是以人是他自己的主人 這個信念作為核心的 用羅蘭的話叫做self mastery 所謂積極的自由是對這一個問題的回應 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是什麼東西 是什麼人 有權控制或者干涉 從而決定某人應該去做這件事成為這種人 而不應該去做另外一件事成為另外一種人 那麼對這個問題的深思就激發了一種類型的自由 這種類型的自由基本上是可以用英文來表達叫做freedom of 比如說以大學這個知識社群來講 所謂積極的自由就是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thinking 就是大學裡面有講學的自由 有言論的自由 大學裡面有獨立思考的自由 這種是屬於積極的自由 它是以個人自我的製作主宰 作為它的核心理念而展開的 後面我是推演Isabelin的話來講的 這個說法這個就是freedom of 什麼什麼這樣 那麼可是在這裡我們講大學 講的學術自由的第一個意義 是如柏林所講的 是一種積極的自由 積極的自由就是包括大學社群裡面 要有言論的自由 講學的自由 出版的自由等等 但是在這裡有一個微妙的問題 我覺得應該提出來跟各位同學一起切磋一下 這個微妙的問題就是 自由與必然或者法治或者秩序之間 有一個內在緊張性以及不可分割性 這什麼意思呢 各位同學讓你們來想像 在校園的南球場進行南球比賽 兩隊南球的球員打球非常的自由 展現個人的風範 展現個人投球的優美的知識 可是為什麼假隊和乙隊的南球明星 能夠獲得那麼高的自由 使這一場球打得這樣的漂亮 乃是因為他們都共同的接受 這一場南球比賽的規則 這一台南球比賽的規則 它是一套秩序 它是一套法治 換句話說 自由是直根在必然裡面 所謂一套order 一套rule of law 它就是一套必然的一套東西 所謂必然的東西就是不服從這一套東西 你就不行 好 那這樣 自由其實是很吊詭的建立在必然裡面 就好像說南球比賽裡面呢 球員的自由啊 它是直根在南球比賽的複雜規則裡面的 如果你不服從這個具有必然性與普遍性的 這一套秩序也就是南球比賽的規則 每這個球就打不下去了 那球隊裡面的每一個球員 就不再能夠享有他的自由 對不對 那這個對嘛 OK 那經過我剛才這樣的進一步的分析 我們就會發現 所謂大學學術自由的意思 並不是如英語一般的話說 anything goes 要怎麼樣都可以 所謂學術的自由 並不是學生有不上課之自由 學生有不參加期末考之自由 那你就當掉了 當掉就掛掉了 然後二一的話 現在的規定是怎麼樣 二一 幾次 二一 三一 那你就敗了嘛 二一 三一嘛 是啊 那因此你如果 你如果break 這些遊戲規則 你就也同時摧毀了你的自由 我剛才是要強調這個 所謂積極自由豁免微妙的問題 那麼各位同學在下個禮拜討論的時候 也可以進一步來 大家來及時廣益分析一下 因為這些都是當代自由主義哲學 激發我們思考的問題 很深刻 很有意義 非常值得我們來細密的分析 好 那麼再回到Isabelin Isabelin講這個自由還有另外一種 它叫做消極的自由 消極的自由是對一個問題的回應 是在什麼樣的限度之內 某一個主體 某一個人或某一群人 可以或者應當被容許 做他所能做的事情 或成為他所能成為的角色 而不是做別人的干涉 如果把柏林這個所謂消極的自由 進一步來講 我們這樣講 古代的中國思想家 尤其是中國的儒家 道家 哲學家 的重點 基本上是在 他們思想的重點 基本上是在人的積極的自由 我欲人 私人治疑 對不對 孔子講的嘛 只要我這個心要得到人 我就可以得到嘛 是的 這個六祖談經聖志 六祖還告訴我們 因無所住而生其心 對不對 住 就是這個不要黏著在一個外在的東西上面 而這個生起我們的心 中國文化基本上講的是積極的自由 可是中國文化常常忘記了 積極的自由需要消極的自由 來加以呵護 加以捍衛 或者我們每一個人就會落入一個境界 就是Isabelin在這篇文章裡面講的說 退回我們每個人內心的碉堡 退回我們每個人內心的碉堡 說 那個我希望得到金錢 我希望得到一支iPad 2 那可是我現在的財力 經濟狀況我得不到 於是呢 我就退回去這個山裡打坐 修行 我不要啦 我不要這些現代的iPhone iPad 於是我就從剛才 我就從以前那種 因為得不到iPad 因為我沒有錢嘛 因此我得不到iPad 我得不到iPhone 因此我處於一個不自由的狀態 就是說我要得到這個 我不能得到 因此是一個不自由的狀態嘛 對不對 OK 那我現在 我過簡樸生活 我這些都不要 我到深山裡面休息打坐 於是我得到了內心真正的解放與自由 在Isabelin看來 這樣的退回個人內心的碉堡 是不夠的 是不行的 我們進一步衍生Isabelin的話說 積極的自由之所以能夠發展 乃是因為它依賴在消極的自由的基礎之上 這裡也是一個論點 回去以後稍微想一下 消極的自由 是什麼自由呢 根據Isabelin 消極的自由呢 它是一種freedom from的形態的自由 不是freedom of 是freedom from freedom from being intimated 免於被恐嚇的自由 免於被政治化的自由 Freedom from being politicized For example 比如說 Freedom from being reduced 我是一個權人 我免於被化約成一個工具的自由 也就是孔子講的君子不棄的意思 我不是一個棄 我不是一個utention 我不是一個棄 OK 好 這樣你瞭解嘛 這樣你就瞭解所謂大學學術自由 就是我循著這個20世紀 偉大思想家以Isabelin來講 有積極的自由 有消極的自由 可是消極的自由常常是 使積極的自由得以舒展的重要基礎 這個Berlin 我找不到他的影片 不過有他的聲音 給各位接觸一下大思瘋喚 好 這個是Isabelin的錄音 他翻譯《賭格內夫》的短篇小說 那麼他翻譯的《賭格內夫》的小說 你看 有一點牛津槍 牛津槍的英文 好 那剛才這樣的分析 我希望對各位下個禮拜討論大學的學術自由 有守防守 好 那根據今天的講課 我們得到以下幾點這個結論 第一個結論是21世紀的大學教育的目的 應該在兩極之間保持動態的平衡 這個兩極就是我們一開始講 大學作為知識社群 他的創造知識的能力的理想主義 與功利主義之間的平衡 他的這個道德教化與職能培訓之間的 這個職能的這個平衡 好 再下去 因為我們兩個小時在講課時間非常寶貴 那因此有一些論點 我只是比如說點起那個火花 那麼各位回去以後想一想 我相信以各位天分這麼高 那麼你只要有人引導 你回去一定可以想出你的東西來 那第二個結論性的看法是說 21世紀的大學知識社群 應該在以下的兩極之間保持一個創造性的互動 那這個兩極就是第一種類型的兩極 就是大學作為學術殿堂與道德的社區 與大學作為知識的生產工廠之間的一個創造性互動 因為21世紀的新挑戰是在這裡 我們知道根據WTO的國際貿易規範 高等教育被分類為服務業 所謂第三級產業服務業 那麼服務業的意思就是說 加入國際貿易組織的國家 不可以設置高等教育的關稅壁壘 所以說比如說如果美國名校要來台灣設立 比如芝加哥大學台灣分校 你依據世界貿易組織的規範 你這個國家是不可以說不可以的 所以今天的這個全球化時代 大學的競爭是非常的激烈 那大學基本上已經被當作一種產業 比如說澳洲這個國家的高等教育產業的輸出 是全球為國家創造了大量的外匯 就是吸收各國的留學生 那這個賺了很多的錢 尤其中國大陸起來了以後 考不上大學的那個新的豪富階級的第二代 通通送到澳洲紐西蘭去留學 那本來是天堂 現在這一下有地震麻煩了 還有水災 現在21世紀的另外一個新挑戰 是現代知識生產方式已經改變了 現在知識生產的方式走向高度的數量化 標準化 商品化 也因此大學的理想主義 以它的現實取向之間 要如何有一個創造的互動 這是大學師生的一個挑戰 下一章 那麼大學的知識社群應該在 也應該在自主與依賴之間 獲得一個創造性的互動 所謂自主與依賴就是 特別是大學與政治力 大學與經濟力 大學與社會力之間 它是既依賴而又批判 比如說所有的台灣所有的伯利大學 都拿政府教育部的補助 本校五年五百億拿比較多 不好意思 那可是大學依賴政治部門的資源的挹注 可是大學並不是政治部門的玩偶 大學它一方面依賴它的資源的挹注 可是一方面它是具有強烈的自主性 這兩者之間要如何維持一個創造的互動 是大學的問題 我們將來 21世紀大學的挑戰 將來我們在第10講大學與政治領域之關係 會進一步來分析這個問題 好的 那麼今天我們的這個講課的一個閱讀作業 請各位看一下論大學的知識社群的特質 那麼應該我們的TA會把這個掛在我們的Cyber網頁上面 那麼有一個中國時報資深記者 把佩雷曼的這個故事寫成一篇很好的報導 在中國時報去年的7月10號 這個應該也可以找到 然後這個也是掛上去 好的 那再下來 今天延伸閱讀這個不必講 下下去 今天的這個講課 我希望各位下個禮拜來考慮一下以下的問題 就是我一開始開宗明義說 大學首先必須作為知識的社群而存在 這種講法你同意嗎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在21世紀 現代的大學未必要首先作為知識的社群而存在 它可以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高科技生產的工廠而存在 是嗎 可以的 它是可以的 而且可以存在得非常地好 活得很好 這個幾年前就有人說某某國立大學說 說那個財務非常地困難 經營 維艱 那何不把它包給王永慶呢 如果讓王永慶來經營這一個大學 這個硬體全部翻新 而且學生大學畢業以後直接進入台塑集團 沒有畢業及失業的問題 SARS那一年 國內這個新竹高科技廠商的董事長 應邀來本校做畢業典禮演講 他有一個論點 他說現在的大學生為什麼畢業及事業 就是因為現在大學的系 科系的配置 沒有與產業界配合 所以他建議大學的系首硬彈性調整 因應產業界之需求 而活潑地調整 這樣的話 大學生將來的出入就會比較好 這種理念顯然不是把大學作為知識的社群 所以深度思考一下 那第二個問題 在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和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裡面 大學的支柱性面對什麼挑戰 他要怎麼樣來因應 好 第三個問題 在世界貿易組織規範之下 高等教育是服務業 於是有人主張 這是一個外國學者 他寫一本書 我是引用他的書的名字 21世紀的大學 基本上是一個企業型的大學 大學的校長基本上應該是總經理 而且最重要的能力是募款能力 打一個電話給同班同學 捐五億四千萬給文學院蓋大頭 叫做新武士運動 現在的大學 它是一個entrepreneur university 是嗎 請問你對這種評論有什麼看法 你怎麼樣子分析你所持的理由 好好想一想看 我覺得我們今天這個講課的內容 碰觸到的問題非常地深 而且很複雜 我覺得下個禮拜各位應該有非常好的 一個討論的時間 最後讓我們欣賞一首音樂 來結束我們今天的學習 這個音樂的曲名叫做《曠古悠蘭》 謝謝大家今天來上課 謝謝大家 再見 謝謝大家